好,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以色谈述应用 计算下一列含有数值的本列储存格数值加总 我们看一下结果工作表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我现在在第二列 在我的下一列有数值的是有哪一个 D栏,F栏,G栏,H栏 那所以它会干嘛 我要抓的是我目前这一列有没有 也有数值的 像这里就是什么,F栏跟G栏 所以我把F栏加G栏的答案是2 抓出来,有没有 到了第三列,到第三列这边是干嘛 第四列有F,G,H,I,四个栏位 但是呢,F,G,H,三个栏位 干嘛,我这一列有数值 所以变成2加1加1等于4,有没有 这样把它算出来 就等于说,这一列有数值 下一列也有数值,那我要把这一列的数值加总 加总,那这怎么做啊,我们用到一个函数 等号上 PRODOT,左括号,我的这一列范围 去乘上我的条件,什么条件 下一列的范围里面呢,要大于0的 右括号,然后降好以后来按Enter 就看到有没有,它帮我算出来是2 有没有,1加1等2嘛,我再点两下 它就会帮你算出来干嘛 每一列的加总 下一列若有数值,它的加总 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2424,有没有 自动帮你算出来 并水区在一起 你把笔帮我算出来 你把笔帮我算出来 你把笔的笔帮 也去 把笔帮给我算出来 好